三个警员被控去年在北区医院 约打一个62岁男人 在区域法院判监17到32个月 法官说这三个警员的行为 动摇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案中事主钟志华去年6月 涉嫌走后集警被拘捕 案情指他在北区医院病人休息室 被警员打 三个警员被起诉 其中两个被告欧国伟和邓文谦 早前承认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而林逸昕就否认控罪 经审讯之后也都被裁定罪成 法官陈纵行判刑的时候说 三个警员案发的时候正是当值 维护法纪 事主在理应安全的病人休息室里面 但他四肢被绑 被勾国伟和邓文谦袭击 完全无法抵抗 两个人也都长时间折磨事主 以警棍击打他的下体 威胁骚扰家人行为可怕恶毒 而林逸昕就视而不见 一同违反警员职责 残酷不仁 又说他们蓄意而且令人震惊的行为 破坏警队以致香港的国际声誉 动摇公众对警队和法治的信心 法官说事主事后患上适应障碍 抑郁等 认为无论他在案发前有什么所作所为 警员也都绝对不可以法外私刑 法官说首两名被告刑责军等 以四年监禁为量刑起点 考虑对他们认罪 而德文谦事后曾经被网民起底 扣减刑期之后分别判监32和31个月 林逸昕罪责较轻判监17个月 协助事主的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说 判刑离补不了事件对事主造成的心理创伤 他爸爸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要看心理医生 凌约市民的案件 我深信是警暴问题的冰山一角 林卓廷又说事主将会就事件向警务处处长进行民事索尚 母线电视机者陈榮司报道